我是導演張榮極 共犯講的是關於友誼的 推理懸疑故事 你能不能當作什麼都不知道 不要跟別人說那天你看到的 我倒酷 我倒酷 逆光飛翔導演張榮極 用青少年懸疑殺人事件 勾勒出高中生的內心徬徨 我覺得國中高中 就是這個求學階段 基本上就是在一種 尋找自我的一個狀態 就是 因為常常在這階段裡頭 常常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從紀錄片中獲得養分 張榮極向劇情片邁進 就我覺得最美好的畫面 真的是稍中即逝 可是那畫面會停留在你的腦海裡頭 那它會發酵 因為你一次一次的說 它可能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詮釋 《異想世界》本週為您分享 導演張榮極的最新立作《共犯》 9月26號下午5點半晚上10點半 鎖定UDNTV異想世界